行者是我花十年的時間 拍攝無垢舞蹈劇場的紀錄片 與其說它是一部紀錄片 倒不如說是一份禮物 想要獻給所有的觀眾 其實舞蹈很像詩 意識不重要 而是給你的觸動比較重要 只要你有呼吸 就是舞蹈的態勢 更拍了十年下來會覺得 老師他其實很 是一個很純粹的人 就是很像小女生剛會 創作的那個初衷 他都還在心裡面 劇場這個東西太神奇了 所以這件事情我就想了非常久 就說怎麼樣讓劇場裡面的感動 轉化成影像上的語言 而觀眾是可以懂的 把它等於說再轉化過 成為一個電影的語言 然後變成舞蹈電影 《逸祥世界》本週專訪導演陳馨儀 帶你回歸無垢舞蹈劇場的 創作原點 每週一至五 鎖定UDNTV 意想世界